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我想這個事情上 假如我足足在甘乃迪的 這一句話的話 可能我們會見小不見大 我們應該從大一點來看 什麼叫做大國責任 尤其核武大國的責任是什麼 核武大國的責任叫做共管分歧 假如核武大國的不去共管分歧 你也有核武 我也有核武 然後我們互相丟 全世界核武最多的不就是 美國跟俄國這兩個 所以這兩個是要有責任去共管分歧 今天我們來看看是 拜登是在共管分歧 或是在不斷的燒我 你看俄武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馬上就進行核談了嗎 核談馬上就破局 然後每一次幾乎都有核談的激將出來 然後就破局 全世界都看內眼金屬 美國在打雞鞋 給責任司機打雞鞋 給責任司機這個迷幻了 給責任司機拍拍手放N 那責任司機就像動機一樣 就跳起來 想想看鞋鞋的要刷 這個鞋鞋的不斷不刷 那還不斷地怎麼樣子 不斷地去燒 這個是大國責任嗎 所以別的國家你可以這樣燒 反正這個沒有破壞性的國家燒 燒就是傳統武器的傷害而已 可是當我手上擁有這些的時候 我會是怎麼樣子 所以這個甘賴迪總統的這句話 他引申出來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講大國的責任是什麼 尤其核武大國的責任是什麼 共管分歧 不管國與國的分歧也好 國際社會的分歧也好 這個不就是 其實安定很重要的因素嗎 第二個 他的分歧我也不見得完全的同意 我們首先來看看 拜登跟普丁 現在在國內的聲望是什麼 普丁的聲望是81% 拜登的聲望是搖搖欲罪 其中陷阱全部看衰 2024沒有人看好 也就是說一個在國內的聲望上 他今天是英雄 不管世界上怎麼看他 至少他會不會坐下去 是國內能不能把他推彎 他現在國內是穩固的 你是在搖搖欲罪的 搖搖欲罪處理一個額物已經過頭大了 你現在還準備來中國再來拱火 為什麼 因為他想救險情 那救險情為了選擇 這些政客為了選票 什麼事幹不出來 又忘記了大國的責任 是要共管世界的分歧 可是美國今天是到處在怎麼樣子 在拱火 在製造分歧 這就是今天美國 他必須面對的世界責任 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搖頭探襲 我以為他們從此要做真小人了 還是回去當偽金子 什麼叫偽金子 是收一套 收一套 嘴巴收得漂漂亮亮 然後底下幹的時候亂七八糟 窩窩臭臭 我們就先從一個例子來看就好 就以拜登上臺了之後 習近平跟拜登的四次的通話 兩次的事情 兩次的通話 這事情裡面 美國是怎麼說的 美國是要管控分歧 那最大的分歧在哪裡 最大的分歧就是在台海 那美國是管控或者是山火 大家看得眼睛 美國是來山火的 美國不是擺明了這個事故嗎 事故裡面有一個叫做 不支持台獨嗎 那也是你說的 才不過幾個月 嘴巴還沒乾 然後就怎麼樣子 就白紙黑就蹬出來了 出來了以後 各位你們會發現 很詭異的現象 第一個 民進黨沒有興奮 照大民進黨應該很興奮才對 民進黨沒有興奮 為什麼沒有興奮 執政者感受到的壓力 跟在野黨是不一樣的 今天民進黨要是執政 是在野黨你看怎麼辦好了 哇 那就是敲樓又打鼓了 因為他今天是執政黨 他馬上感受到那種 來自各地的第二個 中國大陸沒講話 除了這個 這個哪裡 這個外交記者 外交發言人 這個話也不過是當時在拜登跟 這個習近平的通話裡面 拜祭通話裡面 習明明講的話 這個裡面有些人這樣的做法下去 那是會玩火的 這個會引火燒聲 也不過這句話 再重新回來 再講一次而已 然後中國大陸也不說話 那時候記得我們就說 他們會讓子彈 揮一下下 對 民黨一定接到了美國很大的壓力 現在能夠讓民黨聽話的 全世界只有誰 就美國嘛 另外一個是大陸真實的壓力 但是大陸真的有時候對他來講 是還還是住了積息 所以對他來講 美國 美國為什麼 美國發現這個東西出問題了 所以會馬上叫這兩個官員 這個坎佩爾也好 或者是這個國務院的發言人員 這個就代表他的政府的一個態度 對 那現在我們就要來看 那什麼時候把這白紙黑色 給化掉 那美國會不會化 美國大概不會化 因為化實在是太丟臉了 可是這個後已經惹沉了 你知道等一下說 我們會談到一個問題 就在好死不死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中國大陸的整個的航母戰鬥群 是 剛好就在台灣幾百公里外的地方 對 剛好就在第一島鏈上 剛好是大陸的陸基的飛彈 陸基的攻擊武器 可以對第一島鏈 任何的援助 可以做進攻的時候 是 剛好好死不死 這個東西擺在這裡 然後第一島鏈的美國 是不能來囂張的 也不能對他怎麼樣的 然後大陸的陸基 對第一島鏈是有攻擊力的 就在這樣一個範圍內 擺在那裡 我這個外行人都看得懂 他們內行人應該看得比我更懂 所以馬上就告訴台灣這些 點點 為什麼 這營鬧會出什麼問題 誰都控制 更重要的是美國沒有能力 去控制那個已經擺在那裡的事情 所以讓子彈揮 我們就來看看 美國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中國大陸絕對不會點點的 因為這是涉及到 你不管你的底線是不是收回去 你已經踩了我一腳 那一句對不起還沒有收以前 這個問題是怎麼做 這就是大國博弈 我也再重新的我講一下 這叫做大國 世界的責任管控分歧 而不是倒是散風電話 這個就要來了 那美國就要切了一小塊香腸 是這樣子 但是這事情會不會散掉 因為你已經踩了我一腳了 會不會散了 那我們就看著 那不過大國在大陸在這方面的表現 也不會像某些人講 馬上就這樣跳動機有沒有 不會的 他的戰略定力 這一定要這樣看中國大陸的問題 他不會隨便隨你起舞 但是他絕對不會讓你白哀一淺 不會的 這這樣子我先補充一下 就剛才講今年的這個部分 我最簡單的一句話 就是說兩個部分 各位看得到的都是演給你看的 我看到是演給你看 他真正要對臺灣怎麼做的 是你是看不到的 也不要忘記大陸的航空母艦 遼寧號山東號是訓練 訓練級的 訓練級的 真正未來的戰鬥力會是零三 以後才開始 所以現在是演給你看 真正要做的 你看不到的 第二個就是講到中歐班類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戰略跟經濟思維 在臺灣這一方面 很少人用心的去研究它 基本上中歐班類是改變了馬岸海前論 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歐陸地塊 從地沿上來突破這一個交流 那過去我們是從海 從海上來 那現在完全不一樣 中歐班類開始開航的時候 大家是看衰 而且是載著貨物器還補貼 那回來是空車 回來沒有東西載 現在不一樣 現在每天是用數百類 再進行著 可是因為俄乌戰爭 確實也讓中歐班類 稍微受到了湊殖 但是這個戰爭不會永遠下去 這還是會回復回來 因為他太給了太多分配 不只這樣子 我再舉個例子 因為中歐班類的開拓 使得新疆的地位 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提升 像剛才我們講的阿拉桑 他就是要從這邊過去的 那新疆是重要的 鹽物料的產生地 譬如說過去我們講梅花 講羊毛 那怎麼辦呢 生產之後 要送到這個海 東邊的海岸這邊來 就是沿海的省份 經過加工產品 然後再用海印出去 對不對 現在不用了 現在很多相當的作品上就是說 利用新疆的鹽物料 就在新疆裡面加工生產 然後沿海的各省的母公司設計 按照這個設計的去生產 然後極各就從可以這裡 就可以出口到歐洲 那不只是距離縮短 更重要的改變了整個的新疆的經濟生活形態 這個是唯一唯人一輩子不會想到的經濟生活形態 這個就是整個的這個這個改變 所以看整個的中歐班 一定不能只有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必須要從整個歐亞大陸的一個戰略的角度來看它 現在可能它還在起步 可是將來所扮演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 比如說颱風 它就不受影響 是 幾個例子 它完全可以可以來進行的 整個的經濟會很大的會很大的改變 這個細的問題我們談一個大事 那就是這一個川普當時 曾經講美國的企業能夠回來 回到美國 我當時就跟他講說 就這樣子看兩家 一家叫蘋果 這個夠大了吧 對 一個叫特斯拉 這個也夠大了吧 這兩家什麼時候回去有沒有 那美國的企業就會回美國了 那就是指標 那你看什麼牛年馬業會發生 不會 比如說舉個例子 特斯拉之所以能夠求在這裡 絕對不只是因為中國的工人的問題 當然 是整個的原料產業鏈 對 它的電池 它的原料產業在全世界 車用電池最大的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你可以看 你看以前日本的汽車都囂張 可是豐田跟比亞迪的合資新廠 是五十對五十 什麼叫五十對五十 因為我需要你的造車技術 可是我需要你的新能源條件 不只這樣 跟賓士也是五十對五十 那比亞迪跟這些產比起來 那真的是大人跟小孩啊 那為什麼可以五十 因為我擁有 所以特斯拉不會走的原因 第一個有產業鏈的供應 第二個中國的工程師跟工人的水準 是 素質高 素質高 而且吃苦耐勞 因為至少現在中國大陸 還停留在我們當年年輕的時代 有錢一堂 不然要加班也要來 半夜加班也要來 小孩就不一樣 那有錢可以賺嗎 半夜加班也做給你 那當然現在年輕一代是不一樣 但是還是這樣的一個情境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整個中國大陸的這個疫情 尤其上海有沒有受傷 絕對有受傷 那麼它是長眼的 或者是一個斷線的 鎮痛 這是一個鎮痛 或是一個斷線 當然從上海人的角度來看 很討厭 很不舒服 很埋怨 這都是合理 我要是在那樣的環境 我也會如此的心情 我本來試一體要去 你就不敢去了 是這樣子 所以 可是整個的產業的恢復 我可以大膽的講 即使受到的傷害 以中國大陸的治理能力 跟中國大陸的整個 這個經濟的這個動力 它的恢復力一定在世界 所以還是第一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 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 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